这里呢是西班牙的移民局的官方网站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移民局的官方网站 它对这个投资 西班牙的投资移民的规定 就是购买50万欧的这个 西班牙的这个房产来取得黄金居留的这种方式 这里是西班牙语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来看一下 好 这里我们看这一种针对投资者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这里有两种语言 俄语中文说明俄罗斯人和中国人还是比较多的 针对俄罗斯人和中国人 他们做了两份的这个不同的语言的这个说明 我们打开这个中文的 好 这里呢就是西班牙移民局 针对中国投资者做的一个说明 做的一个官方介绍吧 相当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这些 看一下啊 来我们到细 来看一下这里面的细节 这里是说针对国外的投资者 可以受益于针对投资者的居留政策 就是如果在西班牙进行的大额投资 可以取得西班牙的这个黄金居留 这投资方式有这几种 大家可以看第一种是投资金融资产 买国债啊 200万欧元 或者买西班牙公司的股票 100万欧元 或者是 买西班牙成立的基金啊 100万欧元 或者直接在西班牙的银行 直接存款100万欧元 这几种方式都可以 我们最主要介绍的是这一种 投资不动产50万欧元 就是在西班牙境内买50万欧元的 这个房产 也是我们中国人经常选择的一种方式 其他的就是投资西班牙的企业啊 在西班牙设立公司 可以说可以在西班牙 创造就业机会啊 招聘西班牙当地的员工 或者说对当地的经济产生影响都可以 最后一种对科学和技术创新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们就主要是看这个投资不动产 投资这个房产50万欧元啊 其他的这些投资方式 大家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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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